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肯定是卷 然后把他们打躺 第二个啊 如果你发现邻居家的狗掌握了近百个中文词汇 但你的狗却听不懂任何你说的话 这时候你会选择 我会 我卷 我会替我家狗出气 那你替他说中文啊 我去跟那只狗对话 我觉得没有用啊 第三个 当你发现大家如果都在玩同一款游戏 但是公司的同事们为了升级游戏里的段位等级 一起都在熬夜比赛的时候你会选择什么 我这种选吧 卷 这是刚刚发生过的事情 非常珍惜 就是我们最近都在玩一个小游戏 也不止一个小游戏了 但第二天一上班就开始 所有人都升了好多鸡 最弱智那种 最弱智 就手机放在那儿亮着升级在那边 手机得烫 手机特别烫 打个小时在那边 还有好多人冲钱 还有好多人冲钱 有我 我也冲了 冲了几十块钱 好 你们会怎么选呢 拜拜 没了 拜拜 没了 拜拜 大家好 我们要玩一个看图猜人物和电影的一个游戏 四个角色都是跟坦和卷牛关的 对对对 来挑战一下 第一个 第一个 嗯 好的 不知道不知道 好下一个好 猜一下 猜一下 勉强猜一下 这个我感觉我不知道没看过 你也知道吗 我觉得是那个当信徒来敲闻吗 是吗 是吗 我们来试一下 我们介绍答案吧 嗯 哦 穿普拉达的礼物 没看过 下来下一个 下一个是什么 哦 这我看过 这个我也看过 没错 你先说 阿甘正传 对的 耶阿甘正传 好厉害 哇 这个葛优坛 这个很经典 这个是那个一个叫 你说吧 你说吧 我爱我家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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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 这个很形象 我表情包经常在用 我爱我家 我爱我家 这一个是那个 这一个是那个 曼德拉 肤色上是有可能 那来播你猜一个吧 这样吧 我猜曼德拉 我不知道 来我们进下吧 我也没看过这个 看看 等下来着 哦 德鲁大叔 德鲁大叔 这些电影 希望大家可以回去看一下 对 我觉得应该都挺好看的 回去跟我们一起看吧 拜拜 拜拜